这假期是不是大家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呢 然后呢你怎么去快速的把你的照片去做一些归类呢 管理呢 非常简单 今天亮哥来教大家一招神奇的手法 哇帅不帅 首先呢通过在这个相册位置呢进入相机里面 如果你平时想删掉 你需要怎么样按住一个一个 或者这样子 就是要点击第一张 直接滑到最后一张 搞定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发现你再长按的话 可以 可以快速的去把它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 哇帅不帅 比如说拉到下载里面 这里选了40张图 你可以选择复制和移动 你也可以点击这里 直接进行删除 你可以通过双指 去把你的照片做放大和缩小 如果你是在图片里面的话呢 你是可以做到非常非常非常小 然后呢 在相册的话呢 你也可以通过长按来调整 这个相册的所在位置 更神奇的是呢 你的这个相册的封面 也是可以做调整的 你只需要点击 进入这个相册 然后呢 点击更改封面 就可以选择里面的一张图 或者一个视频 看 这个就可以变了 另外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叫隐藏或显示相册的话 你可以点击一下 然后把你不想要的一些相册 点击一下 好了 你现在就看不到那个相册了 希望也能给大家一个新的玩法 那么更好的去管理的照片 还是那句话 关注另一样哥 带你每天了解新的三星手机 使用小技巧